在中國上海有這樣一棟神秘的建築 在任何公開發行的紙織地圖和電子地圖上 你都找不到它的存在 甚至連快遞可以送達的區域列表裏 你都找不到它 這聽起來感覺有點類似中國為了秘密研製 核武器所建造的一座城市代號404 但這個地方可不是404 那樣一個偏遠人質罕見的無人區 而是坐落於上海楊浦區 距離政府大樓150米不到的繁華市區 許昌路632號 在這座樓裏面 被圈養了幾十名年輕貌美的姑娘 專門為達官貴人們提供特殊的服務 這棟建築被坊間稱為小紅樓 據附近的居民表示 這個小紅樓差不多近十年 從來不對外營業 通常樓下會有兩個保安看守 偶爾還會安排一隻大狼狗 這個小紅樓的主人 是一位來自江蘇農村的小裁縫 他二十多年前來到上海之後 敏銳的發現 上海地下的色情場所 都是一些低端的髮廊 服務的對象 都是那些普通的工薪階層 達官貴人們是絕對不可能 進出這些場所的 於是這個聰明的小裁縫 就敏銳的嗅到 既然哪裡有需要 那麽哪裡就會有市場 他從此立志要打造一個專門 為那些達官貴人們服務的高端色情基地 於是他就從兩家髮廊開始起步 苦心經營了二十年 直到他被拉清單的那一天 被充公的資產 竟超過十億之多 而且這還只是可以被查到的一部分 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多人 和我有相同的感覺 一個拉皮條的資產可以做到十億 人家墨西哥的毒銷 每天槍林彈雨出生入死 幹個二十年 他都未必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啊 這也就是在今天的中國 能夠創造出這樣的奇蹟 這個小裁縫呢 他名叫趙富強姓趙哦 他為了控制小紅樓裏的 這些年輕貌美的姑娘 使用了相當駭人聽聞的手段 比如說通過欺騙的手段 把這些姑娘們騙進來 再使用暴力甚至威脅 非法拘禁他們 強迫他們為達官貴人們 提供特殊的服務 那麼在這二十年間啊 據說甚至有女孩曾經逃出去了 還會被警察給送回 更誇張的是 還有一些女孩控訴 自己的隱私部位被趙富強 用刺青刺上了趙富強專用 這聽起來簡直像是都市傳說啊 如果不是中國今天牆內的互聯網上 在鋪天蓋地的報道這件事情 我都不敢相信 這樣的事竟然發生在 充滿了正能量的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中國國際大都市上海 就連小粉紅們都驚嘆 啊原來這個事情是真的 我還一直在推特上罵他們在造謠 要知道 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身邊的警察和政府的工作人員 他們可都是平日禮 色己奮功 畏國畏名 功高蓋士 毫不利己 專門禮人 畏名除害 替天行道 鞠躬盡髓 對死而後已的中共黨員 用類似的一千個字眼 都表達不盡他們高尚的情操 那麽我為什麽這麽感慨呢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 在中國大家都知道 這個賭博和組織賣淫嫖娼 是違法的 那請大家想像這樣一個問題 當這些賭徒們輸錢輸紅了眼 嫖客們不滿意小姐的服務 產生糾紛又得不到解決的時候 這些賭徒和嫖客 作為一名消費者 會採用怎樣的維權手段 去315消費者學會投訴 當然不可能 這有可能 他們都會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命名的 向公安部門舉報 他們非法開設賭場 組織賣淫 這個可能性 你知道 開地下賭場和妓院的老闆 他們當然也知道 那麽既然這樣 他們還敢經營 背後的故事一定很暖心 我想可能是有不少難以啟齒的苦難 是家境困難迫於生計吧 反正我是不敢相信 會是那些一千種贊美之詞 都表達不盡他們高尚情操的中共黨員 為他們提供了保護傘 另外報道這個事件 給人的感覺特別的誇張離奇 比如說其中就提到一位 曾在美國留學的女大生 名叫陳倩 被控制在了小紅樓裏 有一天 她機制的出逃之後 果斷的跑到了當地的派出所去報案 一五一十的告訴了警察 小紅樓裏邊 圈養了大樣的性奴 專門為政府的官員提供特殊服務 結果大家猜怎麽著 被舉報後的趙富強不但安然無恙 反而警察還把舉報人陳倩 送還給了趙富強 又重新被趙富強軟禁了起來 甚至沒收了手機 還多次遭到了毒打 隨後被送進了診所 而等待他的並不是治療 而是群卵 因為據說 這是趙富強在小紅樓裏 最新研製出的致富方法 還有一位自願 為趙富強撿了蘇卵管 而被提拔成了主管 成為了其他女性的學習榜樣 聽到這裏 可能大家都會有和我相同的觀感 這個劇情也太狗血了吧 電視劇裏也不敢這麽拍吧 但是請問誰敢質疑 這是上海高院最後下載的判決 所得出的報導 如果有人敢在網上公開說不信 搞不好要被批判為包庇罪犯 毫無人性 但是如果有人提醒你說 曾經有法輪功 痛恕他們學員的器官被人強摘 這些人馬上就會180度的轉變 那下面我們來看看 整個事件當中的一些疑點 趙富強他萬萬沒有想到啊 他的倒臺竟然是自己嚴密控制的女人 一手策劃的小紅樓啊 他存在了二十年 那麽這二十年間 會有多少這個嫖客不滿意服務 命名舉報 會有多少被強迫的女性 逃走報警被送回去 可喜可賀這二十年間 既然一帆風順 和三溪黑門窯都有的一拼 二十年間他都叱咤風雲 怎麽突然就一下 讓手下的女人給辦了呢 這真的是在侮辱觀眾的智商啊 另外同類的色情娛樂場所 在今天的上海依然是遍地開花 既然這類現象如此的普遍 為什麽就偏偏趙富強的事情被查被曝光 我們看網上報導趙富強的小紅樓 用盡了各類華麗的詞彙 比如什麽金碧輝煌 暗金軟包水晶吊燈 帝王級享受 可是請大家來看看這幾張照片 似乎和普通的夜總會比起來 也沒有什麽太特別的地方 甚至按照今天的眼光 就這個裝修風格 用土調渣來形容也一點也不為過 在中國的網上 大多數人都是在痛斥趙富強 他這個趙家人喪心病狂 判他死刑都不為過 順便感恩中央的領導 時時的為民著想 不辭辛勞遠赴上海 為民除害端掉了這個黑社會集團 展示出了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打擊黑惡勢力的優勢 那麽說到黑社會 我想在這裏插一個話題 在我們通常的認知當中啊 黑社會這個東西啊 它只會出現在民主社會 這種說法呢 主要是源於民主法治國家 過於尊重罪犯的人權 即使黑社會也可以拿取法律的武器 甚至他還請得起更好的律師 在大多數這種情況下 警察知道這些黑社會是黑社會 那黑社會也知道 警察知道他們自己是黑社會 你也知道黑社會知道 警察知道他們是黑社會 但是你就是拿他們沒有辦法 因為在這種法律系統之下 警察不能行刑逼供 罪犯還有沉默的權利 不過在執法過程中 取得證據的方法不當 上了法庭 這類證據還會被視為無效 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 上述的問題啊 就完全都不是問題了 即使你是重金打造的夢幻律師團隊 只要偉大的黨下達一紙 相關的文件和指示精神 別說你保持沉默 哪怕你是個聾雅人 也能給你一把口供錄了 只要警察知道他們是黑社會 哪怕你請來全國所有的律師 來替你辯護 也能讓你逃脫不了法律的制裁 所以我們常常說啊 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 像中國和過去的蘇聯 還有現在的朝鮮 古巴是不存在黑社會的 或者更確切的說 在社會主義國家 黑社會是絕對不可能脫離 官員的保護傘而獨立的存在 所以吃瓜群眾們似乎都忽略了 那十幾個落馬的官員 他們才是整個事件的主角 小紅樓幕後真正的老闆 而小裁風趙富強 不過是在目前替他們拋頭露命 說好聽點叫職業經理人 說難聽點就叫狗腿了 所以這十幾個落馬的官員 他們才是真正的黑社會 所以啊 如果一定要說中國有黑社會的話 那麼上述這些落馬的官員 他們背後的保護傘 那個偉大的黨 才是真正的黑社會 粉紅們一定會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說官員和黨是黑社會 如果黨是黑社會的話 他們怎麼還會被下馬呢 舉個簡單例子來解釋 黑社會的幫派啊 他們其實也會自稱自己 有底線有傳統有民主選舉 他們也有自己的信條 幫規在同一個幫派之間啊 內部也會有地盤的爭奪和利益的糾紛 所導致的勾心鬥角 甚至還會有人想謀朝篡位 那麽政黨其實和黑社會的性質啊 完全是一樣的 在中國官場這個人人貪污的環境 貪腐就成為了派系鬥爭之間 最有效也是最常用的一個工具 我們再繼續說回這個案件的疑點 在任何地方從事性工作的女性啊 絕大多數都是迫於無奈 也有很多是由於皮條客 通過欺騙的手段 被各種洗腦脅迫變成了自怨 那麽如果按照這個標準的話 幾乎大半個色情行業 都是在圈養性能 可為什麽偏偏只有趙甫強的案件 受到了中央調查組的重視呢 那麽第三點啊 他的這個事件啊 是去年被判決的 有很多網友說 去年就看過這個報道 但是很快就被刪掉了 那今天突然有大量的報道 要讓你知道 大家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拜託各位達官貴人們 你們自己玩你們自己的 能不能沒事別來 艾特我們這些普通的小老百姓 所以上述的疑點都證明 這整個案件 它並不是一個社會案件 而是一個政治事件 後面啊 一定還會有一幫人被牽出來 中國這一種不改革制度設計 只做表面文章的反腐打黑 依然可以騙到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 你看有人就對此世界留言說 居然發生在近幾年 還是治理水平一流的大障害 政府自稱它是在為人民服務 而只有古代的皇帝 通常才會用治理這個詞 來說是治理他的天下 這是一種打從心底裏面 改不掉的一種奴性 你看他感嘆竟然發生在近幾年 但是其實在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的背後 它的政治制度設計 依然停留在封建社會 靠著中央集權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而非法治 所以這幾年所謂的進步 無非是政府控制輿論 和監控社會的高科技的手段的進步 給中國人帶來了一種天下一片祥和的錯覺 而這個黨管理社會的制度 卻沒有任何本質的變化